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3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比较长啊 讲的比较详细啊 我不知道是哪个作者写的篇文章 写的非常的 情况非常了解 就对这个原先在黑龙江省 担任过政法委书记的 这个甘荣坤 他的故事 进行了一些这个分析评论 就很有意思 讲到这个甘荣坤啊 他曾经这个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中央扫黑除恶独刀组 进驻黑龙江 30天33天当中 有43人被查呀 说是这个8月29号 黑龙江省召开啊 这个一个会议 由于这个当时这个甘荣坤 还是领导干部 在这会上阵阵有词的 这个讲这个扫黑除恶 这个事啊 还讲到这个刀刃上内 要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结果不久后就离开了这个黑龙江 到河南了 在河南现在落马了 是吧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共啊 对这些领导干部的使用 都是先利用 上半场是当官 下半场是坐牢 这两个场景转换的 在哪个节点上 很难讲 有的人可能比较侥幸 或者讲有的人比较连接 没事 但有的人幸运没事 但有的人就倒霉了 过去我在黑龙江省啊 去的地方太多了 当官的很熟悉 从那个村干部到省一级的 见过好多 那么这个我觉得啊 因为制度的问题 抓随都一样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这个站队的问题 你是否站了站错了队 站错了队就要处问题 不站错队 即使腐败啊 恐怕也是没有人去管 所以就造成什么 就是这种不公平 不公平被抓的人呢 有一些 抓别人人也不能保证 你自己干净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到这个 他详细的啊 就是主要是 写了这个甘荣坤的情况啊 本人看了以后 就是甘粗这个非常深 他说明什么 说明被中共所利用 就是战事的 不要以为在体制内 给你点权力也疯狂 好像一切都是永恒的 其实并不是 并非如此 用一段时间 可能就被抛弃了 一旦抛弃 这种落差造成了心理的 这个不平衡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这篇文章 尤其里面讲到什么 讲到了这个 甘荣坤 在这个黑龙江省 就是忽兰 去查腐败 这个时候感到非常震惊 他用那个词叫 这个叫忽兰风暴 可以这样讲吧 我是很了解忽兰县的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当年我到这个 萧红纪念馆参观 忽兰嘛 萧红的故乡 看 这是 萧红纪念碑 这个旁边陪着我 站着这个窗 身色异非这位 比我年龄大一点的人 叫孙彦林 他是这个 萧红纪念馆的馆长 也是我那个 当年的一个好朋友 我经常去 这个人很好 思想很开阔 这个出版了很多书籍 就这个 萧红纪念馆 来自全世界的人 都赞助这个 这个纪念馆 因为萧红非常有名 萧红萧军 说30年代 就都鲁迅的 这个弟子了 那么这个 忽兰河传 不是他写的吧 说是 这个非常有名啊 在这个地方 的确是黑社会很厉害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黑龙江省 这个 就忽兰县出了很多问题 当年最有名 就是忽兰大侠 忽兰大侠 钻啥警察 当年这个人 没有被抓到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此外这里还有 根据今天这个报道讲说 有四大家族啊 常年盘踞着 地方势力 我在的那时候 没听说有四大家族啊 但是听说过有一些 黑恶势力 就谁都惹不起 所谓惹不起 就是什么 就是红白两道 就是官方有支持 所以这个 甘 甘永坤 去了以后呢 抓了很多当官的 政法委书记 任瑞臣 还有这个 黑龙江省 纪委常委 监察委员刘杰 忽兰区院 区委书记 朱辉 副区长 于传勇 这些基层的干部 这个 这几个人我不认识 这几个人是后来的了 就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 初期中期的时候 那我基本上都见过 就忽兰县那些领导干部 包括文化局的什么 那些局长什么 我也见了很多 好像还有个叫什么 叫欧阳什么的 因为那些领导干部 都对记者非常的欢迎 非常热情 所以我和他们交往比较多 那么 地方势力的 这个 黑社会化 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 在这个黑龙江省 是普遍的 也不光是黑龙江 整个东北都是这样的 主要是中共这个 本身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 一个黑社会 其实 你想你入党是入什么 就是帮派组织 对吧 这个黑帮 然后党员那个条例 就束缚你 有紧骨咒 是吧 算规是什么 算规本身就是 破坏法治的 犯了法应该 法律惩罚就完了 还搞什么 监察 监察委 叫监察委 算规 指定时间 指定地点 甚至就是这个帮轨 现在这个帮轨 帮你的黑帮老大 先收拾收拾你 然后再给你 一脚死 这本身就不公平 所以造成那个 当地是 可以这样讲吗 每隔一段时间 就能诞生 一批新的黑社会 因为什么 你想这个 就算是 任地驰 倒了 又来了 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 同样黑 同样的收钱 同样的服侍 企业家 所谓企业家 就是当地那些老板们 民营企业老板 会做生意的 胆子大的 善于收买人心的 就一批人 地方势力 这些势力 又形成了一个派系 然后就等待着下一批 再来一批 这个新的领导干部 把他抓起来 抓完以后再腐败 这制度造成 那当然他这个 里面讲的 领导干部 都不认识 因为都是后来的了 我在那时候 都比较久 他的区长 输久 我都见过 甚至我去采访的时候 由于咱们的报纸 当时在黑龙江 受欢迎 也是一个 涉外的报纸 香港的报纸 所以说 并不是说我重要 而是他们重视 所以这个 把我们当成这个 境外的媒体 接待的规格非常高 当然对我们的 监控也是很严的 每个区都国保 国安一样的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这个 干永坤这种情况 这个都是一种 政治斗争的 这个牺牲品 你想 忽兰这个地方 最大的老板 不就 这个张鸿伟 是吧 东方企业集团 张鸿伟就是忽兰 这个包工头子 我当时采访的时候 其实当时 那个 孙燕林就给我讲过 他说 这个张鸿伟 就脆牛皮 说是给学校捐款 多少钱 多少钱 就放了这么一个 以炮 然后也没兑现 但是张鸿伟当时 后台非常硬 因为他的后台是 共青团派的 刘彦东 是吧 叫胡温那个时代 这个人现在不行了 当年也是了不得了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这些所谓的 红社会 就是所谓的黑社会 就是红社会 所谓的企业家 就是共产党 关于利益勾兑的一个 共同体 白手套 都是这样 领导倒了 把一串下都倒 过去我在上个时代 黑龙江认识的官员 99%都在监狱里面 几乎是没有几个 没听说几个平安着陆的 少啊 大部分都是后来出了事 那说明什么 不是人品的问题 今天就是政治制度问题 这种制度就是权力 基于一身 党管一切 对不对 比如说你当一个湖南县的 现在叫湖南区了 区委书记 那你一把手什么都有了 假如二把手是 他自己虽然是二把手 但是他如果他姐夫 大就热是省市和中央领导 那他当地也是熟眼通天 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所以说甘荣坤这个事 落马没什么奇怪的 现在又到了这个 又讲到这个河南的事 或者调到河南 把他拿下 调到河南方 拿下也是出一种 权力斗争的需要 因为河南这个地方 你想现在是换了人 是吧 楼阳生了 原来的王国生掉离了 王国生掉离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在会上 称习近平为领袖 那就是害怕了 害怕倒台以后 权力没有 哎整怎么办 是吧 腐败人人有 所以赶快搞点勾兑 我希望你是领袖 你别下令抓我了 就等于一个心照不宣的交易 如此而已 这说明什么 说明腐败这都是普遍的 并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就看这个抓不抓 习近平这个团队 下面这么多人提拔上来 难道就干净吗 也不见得 是不是 那当然这个中共最近这个官场调动的情况 非常诡异 你看对于这个河南省 尤其是这个布局 尤其是绵密 这个深刻诡异 就习近平帮了公安厅的厅长 是吧 换成自己的人 这个 这个甘荣坤也抓起来了 那么 这个换了新面孔 但是这种政策制度 他之所以用这些人 做这个人事变动 主要是为了权力斗争 平衡力需要 因为这个 这个河南这个地方 非常地复杂 对习近平来讲非常敏感 一个是李克强 势力在这是根深蒂固 第二呢 这个新中文联邦 这个郭文贵 在海外空前会员 都来自于河南 他所以他肯定在这个地方 对河南省这个政法委 肯定要是严厉的整肃 你看这个 河南郑州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于东辉不是也抓起来了 是吧 于东辉也是地方的政法王 再往上推 就是采取的 就是甘肃省的 呃 甘荣坤啊 也就是从黑龙江调过去的 这个政法老爷抓起来 那将来派一个新的去呢 同样的 那就看下一次 这个下一轮政治斗争 随于抓住 这个主动权在随手里啊 随于处于 这个 这个进攻的态势啊 随于抓那些烈士的官员啊 一点都没有 奇怪啊 这是 政治斗争的一个 一个常态啊 那么给大家看看 这甘荣坤 这个所谓的形象 这个形象一看 是挺这个 凶猛的啊 给人感觉非常强势啊 可能再强势 把你这个权力拿掉了以后 给你关到大牢里去 彻底就完蛋了啊 当官都是这样 官是个脾气厂 一旦把你这个 这个 给你这个 乌撒给你拿掉之后啊 这个东北华讲 把你这个皮给你包了之后 马上录了也行啊 到了监狱以后 你想 这个犯人当中 有很多都是他下令抓紧去的 你说人家怎么对待他 不过上级也能 只要共产党不倒台 也能给他安排一个小房间啊 找几个 这个警察犯错误犯法的 和他关到一起啊 他们几个人 就算是抱态去暖吧 这种情况我看的太多了啊 这个 我在监狱的时候 记得有一个当官 就跟我讲道 老建王不如你们 我一个也朋友没有 这个 说实在话讲 都不如那黑社会老大 老大关在里头 还有底下小楼子来看 送点钱什么 说当官的完了 只要你进去以后 以前霸击你那些人呢 都跟你翻脸不认人啊 中国整个这个社会 就是一个 这个 人都是尽力忘义啊 这个 翻脸不认人 一看你没什么权 没什么用的 谁就不打理你 打起来看你 都心统路人 何况你已经做了 做了大牢啊 这个 过去我多次讲过吧 锦上添花的人 比比皆是 学中送探的人 寥寥无几啊 关到监狱的去 像盖荣坤这样 才明白了 自己是谁 别人是谁 自己应当做什么 但是已经晚了 这时候他肯定赞成 政治体制改革啊 肯定心想 这个海外这些 鼓吹民主这些人 是最好的 最好能够采访采访我 把内幕抱一抱 但是没有机会了 失去的 永远就失去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探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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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